我们要返回北京了 这段路是我认为去迁徙的这条路上 这段是最漂亮 最美的 大家看看这风景 都很漂亮 一点都不次于桂林的那个黎江 有那种感觉吧 是不是 每次我路过这块的时候都会看一看 索性这次我就停下来了 在这块跟大家聊一个案子 也就是最近比较火的湖南楼底 一个女的开始帮忙 把一个送外卖的一个女人撞倒之后 把人在车底下拖着 拖行了一公里 然后被交警强行给拦下来之后 就这个事情 大家都感觉比较气愤 这女的她姓肖 今年28岁 瞅着样子 中正平和 不像一个泼妇 也不像一个鲁莽的样子 好像呢 好像贴有点钱 是不是 你看28岁就能开一个大宝莽 然后还带了一块卡地亚的手表 在跟交警交涉的时候 不停地弄成表 咱也不是想把表摘下来 还是想给你们看看 我有钱 我有表 我是表子 说我就表子的意思 没事 就是这个 告诉我是表子 我最大的你惹不起 然后官方发布的通告是什么 是把她进行刑事拘留 她的涉嫌的罪名是交通肇事罪 咱们在前面 蓝锡县那个女的 那节目已经说了 交通肇事罪 相对来讲就是非常轻微的 和制人死亡的话 就是三年以下 她这个呢 还没有把那个人弄死 这人去医院抢救过了 生命肯定是没有大问题 然后据说只是身体的皮肤 大面积的磨损 轻伤是肯定是够了 就看能不能重伤了吧 她没有制人死亡的话 如果算交通肇事罪 那很有可能就是判的比较轻 但是有一个问题 她是什么 她是罪嫁 经过这个酒精检测 她是含量是166 80就算罪嫁了嘛 她这个是罪嫁 这种情况下的话 也不会判的太重 这不是重点 我认为吧 她涉嫌的罪名不应该是交通肇事罪这么简单 而应该是故意伤害罪 如果那个人死的话 那就是故意杀人了 为什么是故意伤害呢 首先咱们从两方面看 第一个就是从这逻辑上来看 她开这车和一个左侧 还不是右侧 和一个电动车砰砰撞上了 你说她作为司机在左侧 她一点不知道吗 然后车底下拖着 车底下往前拖一公里 一点都不知道 等交警给她拖下之后 喊了半天 让她下车吗 下车之后告诉她 你看看啥 她一看着车底有人的话 她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惊恐 正常的话 别说女的了 男的话 大老爷们一瞅自己车底压个人 肯定也吓一跳 是不是 你瞅她一点都不惊慌 她就是已经非常淡定了 就是说她明知道是这种情况 这是从逻辑上咱们来判断 当然了 这不是铁证 然后从现场的观众 现场的群众他们的反馈来看 说她当时给她老公打电话了 就是她撞了人之后就给她老公打电话 然后她老公在电话里指挥她 说你不要停车 然后你就快开车 把这人给她甩掉 那么这个情况如果坐实的话 故意伤害肯定没跑 关键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获取 有人说她这个信息打电话 这个是被她的车载给录下来了 这个不知道是真实假 如果录下来的话 那么就是故意伤害罪 而且她老公也跑不了 因为那是什么 教措犯罪 肯定是要比她轻一点的 但他们俩涉嫌那罪名就不一样了 故意伤害罪上线死刑的 是不是 虽然说这个案子不至于死刑 那么怎么也得再加上罪假 至少得五年起 对不对 七十八 大家都知道 就从逻辑上来讲 她就是知道的 怎么可能不知道 谁没开过车 谁不知道 你车底压人不清楚 是不是 然后你看看她那样子 是不是 下车之后了 摆了摆了表 衣服特别漠然的样子 这怎么能有这种人呢 这人丧尽天良都到这种地步了 况且她老公也不是什么好玩 据说她老公是什么呢 她老公是一个要害部门的人物 要害部门 哎呀 那是放到这个案子里面 那就是要害人的意思了 他们夫妻俩 如果这事情坐实的话 那就是要害人 而且他们已经在害人了 这个女的吧 据说她是一个医院的医生 这个也没确认得了 医生本来就是白衣天使 就死负伤的 结果 你这确实要害人 我觉得应该给她 按照那刑法的上线来 咱们等一等吧 看看这个最终的调查结果 因为现在警方只是以涉嫌 交通罩罪把她给拘留了 拘留了之后 肯定要根据这些情况 然后重新给她定罪的 至于最终向法院 起诉她什么罪名 那还要另一看 咱们举个例子 在2017年的时候 我记得吧 好像是广西 有一个男的 他也是喝酒了 喝酒开车 他帮撞了一个人 撞了一个人之后 然后他就拖着人往前走 其实他就是装不知道 然后呢 好多群众就喊 说你快停车 停车你撞人了 那一路往都跑 他就不行 然后一直往前开 最终把这人就给弄死了 弄死之后 抓住了 他说我不知道 最终呢 法院是没有认定 觉得这么多人 都在喊你让你停车 你置之不理 你分明就是知道 装不知道 说在这个逻辑上 根本行不通吗 于是就给他 判了一个死刑 那么姓肖的这个女的 最终咋回事 咱们还进一步的 看一看具体的情况 另外吧 在这里面 跟大家说一下吧 有的人可能 不是很了解 说这个罪嫁 和危害公共安全罪 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很大成分上 有一些人 他一个罪嫁 就被划到 危害公共安全里面了 但有些就不是 这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本身罪嫁吧 他肯定是什么呢 是危险驾驶罪 但是呢 是否是危害公共安全罪 主要看一个事情 就是他在这个 照事的时候 是否存在主观故意 和这个放任 有这种那个意图 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比如他就喝醉了 他开车 他明知道是吧 明知道我这是喝醉了 还要开车 这个是什么呢 这就是他是危险驾驶罪 然后多了 刚一脚油门 就这一下子 这个就不是 不是危害公共安全 但是像谭门门那个就是了 就是怎么的 你看他开车 喝醉了之后上车 肥底要开 开车时候栽栽栽栽栽栽 哐哐哐 一下撞了六七辆车 一直撞到这车开不动了 才停下 然后很多人都拦着他 不让他走 他又倒车 怎么的 强行冲出去 又冲出去之后 开那么高速 超速是吧 把前面一个宝马 砍下给撞了 这是你是存在主观故意 是吧 然后呢 也是放任这种结果了 如果是说他醉驾 没有达到这种情况下 是不会造成的啥的 不会变成危害公共安全的 但是有一个情况除外 就怎么的 比如说他醉驾在闯洪中 然后造成大量的人员死亡 这个大量的人员呢 最少得两人以上 也就是最少得三个以上 一个两个 不算是情节特别恶劣 怎么也得两个以上 比如说之前还有一个案子 具体的我忘了 有个小的就是 他就是醉驾 醉驾然后超速 一口气撞回去 直接撞死了六个 这个最终就把他 他也是自首了 还什么的 然后给他判了一个死刑 就是说你造成这后果 极其恶劣的情况下 也是会放到 危害公共安全里面的 如果说只造成一两个人伤亡 他主观不存在那种故意 不存在放任的情况下 他就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 因为这个罪名太狠了 上线就是死刑 是不是啊 好了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我们现在打道回府 走然了 看起来这风景 多么漂亮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贼好看 感谢观看